今天晚上提早大概10點半來做 今晚的小單元的錄影 有關美國總統大選的新聞的我的小單元非常受歡迎 我們可以看一下人數 的流量分析 有關解簽美國大選的這個單元都是 很快就是100多塊200 相較於其他的單元 顯然同學對美國總統大選這個部分 比較關心所以我今天晚上繼續來講因為昨天講的是 我把麥卡斯特的 奪取菲律賓那段講完了 我們今天回到川普的 那本書有關sports 那個defining lesson 的那一篇 當然首先還是要來看一下 總統大選最近的更新的有關的訊息 好那我們對呼一下好了我又發現川普總統的金句 弄一下金句好了金句也是這個 我這個單元的亮點 同學要求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亮點 我今天想想看我看過他的 金句是 I won the election von the fraud all over the country 我幫他對呼一下 啊 啊目前的 票數 還是一樣 啊拿到的 選舉人的票數 川普還是停留在232 拜登還在227 那拜登是爆派當選啊這個這個法定上 不管你從美國的憲法來看 或者是從 相關的選舉的規定來看是不合法的不能自己亂宣佈當選 哈哈 這是爆派所以 當媒體 我講的不管是自媒體也好現在我們屬於一種 自媒體時代包含電子網路時代 那漏洞是很多的 你太沉迷於網路之後你太沉迷於臉書 說不定有一天臉書宣佈誰當選你就真的相信了 這樣子 那如果說推特 川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推特那麼瘋狂的 總統 他那麼支持推特推特也不會給他好臉色啊直接給他封鎖 有訊息 那推特這種屬於 媒體平台的這種叫社群媒體 Social media 當然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發現漏洞 他的漏洞倒不在於 媒體平台跟使用者之間的漏洞 而是在於外力很容易介入 包含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氣票 電子氣票 電子投票或是通訊投票這個部分 都有很多的外力介入的凿痕我之前有講過了 所以如果說萬一真的司法 屬於這種刑事案件調查 這個部分是由新加入的 律師團的那一位女性的律師 叫 Powell Miss Powell 她來負責 Criminal Charge Criminal Instigation 屬於聯邦 刑事案件這個路線是由 Powell 新加烏的Sydney Powell他來負責 我講過這個有多面向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六個爭議州 主要 關鍵州我個人認為是賓州 因為賓州第一個有20個人的選舉票而且他問題很多 我講過裡面一大堆問題 這六個爭議州是由 可以有很多人來發起訴訟 第一個就是當地的 選民所組成的團體 第二個提起訴訟他只要是那個郡 他發現不對勁 他發現 裡面有很多 Irregularities 他就可以提起訴訟這是人民 投票者本身那個voter 可以 個人或是團體的名義 來提起地方 屬於地方層級 的訴訟 第二個是說當地的 選舉人團也可以那個叫elector 通常的黨團 比如說共和黨的黨團會先指定 不管用什麼方式產生 已經指定好那個州的選舉人叫elector 換句話說這個州我如果拿到過半的 票數我得到了選舉人票 假設賓州是20個選舉人票就會有20個黨員來選出來的代表準備要投選人票的 那個elector 也可以那個叫elector candidates 也可以提起訴訟喔因為跟他有切身關係嘛 他也可以提起訴訟 第三個是 議員 我們講的 州的議員不管你是representative house representative 或者你是senator 都可以提出來 再來就是 地方的 州的議會 我們叫 state legislature 那個state senator 也可以提出你看 光地方層級就有這麼多的 訴訟 可以讓他變成一個 保持到 一個 Legal Legal Fights Legal battle 的momentum 可以保持到那個熱度 這樣子 那屬於 這種重大 Feliny的刑事案件 就是屬於 類似像 匯選 假設有的話 或者是呢 做票 是屬於蓄意的 他不是 不是所謂的 疏忽疏失 這種故意的 或是遊走法律邊緣企圖使人當選或不當選的這種行為 他就屬於是 一種 Criminal Activity 那就會 我講過他是另一個戰線是為走聯邦系統 Federal legal system 這個部分的負責人 已經很明確是 Sidney Powell 新加入了 他這個部分 是已經在進行 而且 有非常確切的證據 第三個是指 Supreme Court 這個部分我認為是 Juliani在負責 他負責 怎麼樣 可以讓不管是地方 法院的判決或者是聯邦法院這部分的判決 哪些可以收集起來 可以 當成一個 最高法院大法官來 投票表決判定的案子可以成立的 他來中審 那他可以做 這個可以把案子做成做到最高法院去 做法有很多種一個是 構成違憲 我往違憲官司這個 我們叫做unconstitutional 這個部分 來 來 訴訟的方向朝這個地方來發展 第二個是說我一再被駁回 我就可以上訴 如果這個案子是屬於最高法院來管轄 我就一路上訴你到最高法院但是限制條件要被 判定沒有違法 就是 判定你這個案子 是 無效 或者是駁回 或是判定無罪等等 只要你 被地方 層級州的這個法院比如說州的最高法院 判定完我就可以往上跑聯邦法院 再被駁回我就可以順利到地方法院去了 所以這個叫技術性的被判定 無罪判定 被地方層級 技術性被他判定無罪 我才能夠你不判我無罪 你不判定我 我的這個案子是 失敗了 我怎麼往上上訴所以 Giuliani應該會抄刀這一塊 他認為有可能 必須要到 Supreme Court那個地方給Supreme Court Justice 來做表決的來判定的 他就會技術性的讓你判定無效他有他的方法 這就是律師他需要專業的地方 那有些 他不會到最高法院去的他就希望能夠在州就勝訴 他敗訴 故意敗訴也算敗訴喔 我故意讓我自己敗訴 然後往最高法院上訴送過去這個 這個我們外人看不出來了 這個是Giuliani在做的 所以同學不要看表象 亂報一通跟著媒體我們國內有一些搞不清楚狀況的媒體啊我講過 那個我們國內的外電編譯我都很想把他們集合起來上上課 不是你那種 造本宣科減轉凡之類亂搞你就可以 寫外電新聞啊那麼簡單啊 這樣子 我的水準 都可以當你們總編輯了 我都還不屑了你們那些小鬼頭在那邊亂搞 小心被打槍 好 那我們來很快掃描一下同學有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來掃描一下這六個州爭議之後我們叫 Contested States 是有沒有新的變化 Wisconsin還好一兩天前我們就跳過去 Michigan有九個小時的我們看一下Michigan's Wayne County Certified election results After initial deadlock 這個是Michigan的這個郡 維恩郡 他確認了選舉的結果了 在一開始deadlock可能就是雙方 票數很接近打平沒有勝負這樣的情況下 16個小時之前是Rudy Giuliani就是我講的他可能要主打 做球主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那邊 我講的最高法院是聯邦最高法院不是州的最高法院 Sever election losses ready to go to the Supreme Court 有沒有看到這個我們可以掃描一下標題了 他講說有部分的有有好幾樁的 選舉的訴訟案件準備已經符合條件了可以差不多了可以準備送到 最高法院去了 我們看一下這兩段就好了 這個17號的新聞 Former New York City Mayor Rudy Juliani said Tuesday that the Trump Campaign is prepared to lose election related cases In a bit to push them To the The US Supreme Court 這是我講的 那個Juliani講說 川普陣營正準備 輸掉 幾個相關的案子 才好 往最高法院送 好這樣按照程序是要這樣你要先下面輸 被判 敗訴你才能往上上訴這樣子 他起訴性的敗訴 Frankly this is the case that we would like to get to the Supreme Court H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Fox Business Some of these cases To lose And to appeal And to get it to the Supreme Court 跟我講的是一樣的 我敗訴 我才能上訴 上訴你再 判我敗訴我就可以直接到 最高法院去了 那裡面 我一到最高法院我就可以 更改我的 訴狀 把違憲那個部分的地方特別強化 或是把 等到最高法院受理了我再把新的事證拿出來 那個時候就可以一槍斃命了 中間就不會有干擾了 這樣子 等於我用直達車先送過去 呵呵 我就一路敗訴到底送上去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那他到後面有講到 George W. Bush跟Al Gore 在2000年Florida的那個大選的 最高法院的判決那個我講過我人在美國了 我們每次我那時候只要電視打開網路打開講的都是這些喔這樣子所以我我滿熟悉 那個 那個2000年那一段 200到一直到2001年塵埃落定的那一段 這樣子 我相信那2000年的時候有在 關注而且 去深入了解第一線在華府了解 高爾跟小布希那一次佛羅里拉州的 爭議票的 那個 那個事件歷史事件 國內很少啊 我算其中一個 喔能夠真的 第一線看的了解的也不多 這樣子 有我會認識啦 在華府不見得會去關注那個因為看不懂你也不用關注了你要真的懂 好這樣子 不是人在現場就好 人在現場不見得你知道在幹嘛 250在那個現場不算要參與 好 這是第一個我們要值得注意在賓州的 看喬治亞州三個小時之前 Georgia secretary state Voting machine audit Completed with no evidence 這個是 喬治亞的州務卿表示說整個 投票機 的 驗票結果是 已經完成了 而且沒有什麼爭議之類的 那四個小時之前在這之前是Georgia officials Investigating election Slappiness in largest 這個可以看一下這兩件是不同的事情了 這個叫做行政態度 我消極抗命可以吧 我沒有違法 Georgia officials Investigating就是喬治亞官員調查 把選舉怠慢 行政態度在 最大的 那個郡 Georgia officials are probing the handling of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the state's largest county Officials say or saying Managerial Slappiness 有沒有管理上的態度 And Chain of custody 還有他的所謂的 呃 這種 我們講指揮鏈 監督的這個 行政關係上面的 呃 整個作業流程當中 誰去 監督誰 誰負責誰 那一塊的鏈 issues in Fulton County which has a population of about 8 million and includes Atlanta Gabriel Sterling with the secretary of state's office tole reporters on Tuesday 好這個我們看一下就好 表示他有一個調查案在進行 看Nevada 五個小時之前 Election Countest claims fifteen thousand voters in Nevada also voted outside 這個就比較好笑 又零投票 Election Countest claims fifteen thousand voters in Nevada also voted outside the state 他跑去 這個時候投完又跑到另外一個時候投了 跨州幽靈投票太好笑了 好就是有15000個投票 他重複投票 那不是坐票大軍到處亂跑 Nevada's Republican Party announced a new election contest on Tuesday on Tuesday to throw out frauds and ensure election integrity citing a slew of alleged voting irregularities that include clams of evidence that fifteen thousand people who voted in Nevada also voted in an another state 哈哈哈哈 太離譜了 美國的這個 收到那個時候很遠 不是說我們台北跑台中就這樣 除非你在邊界 這個幽靈投票 真的太厲害了 那一個小時之前 Trump Electoral College 有沒有看到candidate 這個是選舉人團的 選舉人 就是那個elector 比如說Nevada有10張我不知道 隨便講假設有10張選舉人票 各黨兩黨都會在Nevada這邊指定好 選舉人 就是如果拿下Nevada 12月14號就要這10個人 就代表10個選舉人要去投 選舉人投票 這樣子 那他也可以提出訴訟 可以提出訴訟的對象 的人 發起人可以是很多了 Trump Electoral College Candidates in Nevada File Election Contest 你看 選舉人團也可以 跟他有關啊 他是當事人啊 或者說他是關係人啊 他可以提出訴訟 他提出的訴訟是有 有不當的地方 然後呢有不當的地方 還有 還有 這個是fraud 是舞弊 詐欺詐騙 這樣子 好看Arizona TOP ELECTION OF OFFICIAL IN ARIZONA'S LARGEST COUNTY SAYS NO EVIDENCE 這個是 他也報說 亞利桑那州的選務官員 他是在最大的那個郡表示沒有任何證據違法的地方 這兩天前我們就不看 所以整個爭議州還持續在爭議當中這六個爭議州所以 選舉人票也不能算給任何人 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看 比較常 讀到的 好這個 There is increasingly melting evidence 這個我們可以叫做substantial evidence 這個就是我講的cine power 有不斷增加的證據 表示 有偽造 投票 的 這種現象就是 Voltafra Voltafra是指舞弊的現象 這個內容因為他一定掌握到屬於通信 投票或是電子投票軟體我們之前講的那個 Dominium那個軟體 他牽涉到了 委內瑞拉 那個chavis 還有可能跟老共有一點點關係所以我待會可以再來 分享一點我自己的看法 結果呢川普直接把 國土安全部的有關網路安全的 那些 西土安全的那個部門的主管草油魚 直接開除 這個是對的啦 我們來看一下最長 排行最高的most red 也就是 閱讀量最大的 有沒有看到我剛剛講的 Dominion Conference Clinton Foundation Donation Former Pelosi Stafford Link 這個就是 克林頓小科 或是 Hillary Clinton那個基金會 有 有資金益助 那個Dominion 這個就有金流了 而且呢 Pelosi Nancy Pelosi 現在的 眾議院的發言人那個speaker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的 他的 呃我們講的說助理之類的 有關聯喔 這個被 這個之前我剛剛給你給同學看的那個Sedney Powell手邊已經有證據查得很清楚 這個 應該是朝刑事案件申辦 喔這個如果案子爆發確認的話 是很大條很大條在美國 搞到最後變叛國罪都有可能 不得了 好看一下有沒有可以讀的地方 好 我們看這兩段好了 Dominion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ontroversy since Election day after Ampton County Michigan Showed Joe Biden beat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Before the results were reversed With County officials saying The error was due to the county Clerk Not updating Subware 好就是說 突然之間在這個 拜登居然打敗川普了 可是那個地方川普 是基本上是佔優勢的 就是不正常 那 當地的這個群的官員選務官員或是相關的官員就講說是人為失誤啦那個軟體沒有更新 沒有那麼簡單啦 這個 這個不是你講軟體沒更新就結案的 就沒事了 所以是公司 所以是公司 捐款給基金會 不是基金會 然後是公司 然後是公司的 官司的 然後是公司的 所以公司就賣了 承认 好,这个地方 Dominion made a one-time philanthropic commitment at 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 meeting in 2014, but the Clinton Foundation has no stake or involvement in Dominion's operations, the non-profit confirmed. It added,Dominion included bipartisan attendees focused on international democracy building. 那Dominion就表示他一次性的捐了一个慈善基金 给答应了,那commitment就是说我口头我答应你,然后善款随后就到 给一个叫克林顿的全球initiative,globalinitiative这个基金会 的会议在2014年 但是呢那个克林顿的基金会并没有扮演 整个Dominion他这个公司运作的角色并没有介入 他的整个营运 那这个会议是一个两党都有人参加 他是一个类似说跨党派两党都有人来参加 是这个会议是要促进国际的民主 强化国际民主这样子 那这里面还有 Nancy Pelosi前任的Chief of Staff 就是 他的办公室主任之类的 那个叫Nadine Alchemy 那重点是 Sidney Powell掌握了什么 Trump campaign attorney Trump campaign attorney Sidney Powell Over the weekend Allegged that Smartmatic and Dominion We're used to bolster Biden over Trump 所以这两个公司的软体 硬体也好软体也好 这两家公司就是为了要 来灌票 把拜登的票 把川普的票灌给拜登 他是灌票用的 这样子 We're getting ready to overturn election results in multiple states Powell said on Fox Business Adding that she has enough evidence of election fraud to launch a widespread criminal investigation 看到没有 他是做刑事案件的调查的律师 I don't make comments without having the evidence to back it up 我不做没有证据 就像李昌玉讲的 有几分证据 讲几分话 他是很有证据才会讲 因为这种律师不像我们国内信口开河的 反正讲错就 反正我讲错 这种名律师讲错有可能 在律师界就混不下去了 所以他们不会乱讲话 一定是有证据才会讲 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说 整个 我前一集 前前一集有讲说 整个属于 Legal Battle 这个部分 是三维的 那 Sydney Powell就是负责其中一个 属于Criminal Investigation 那个部分 那个Criminal Charge 那个部分 这样子 好 这个是最多人点阅 那我要从这个延伸到我一点个人的看法 这个我前一集有讲过 前一集有再次提到的是超限战 因为我认为他的凿痕跟老共的超限战 蛮吻合的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那桥梁呢 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大教王湘穗 他是其实 哦 那个1999年其实就提出来了 做出预测 所以呢 他包括了传统战争手段也包括了贸易战 所以美中是有贸易战的 等于他是在做超限战 星空母主义跟生态战 哦那我不知道这个生态战他解释的是什么 包不包含生物战 哦他没有写 如果包含了生物战的话就是COVID-19 我们看英文吧 我们看英文吧 中文好你看 在未来必然的结局 乔梁所讲的 这种超限战是泛化是未来必然的结局 网路战 网路战 这种叫 哦 Cyberspace Battle Cyberspace Operation 那 以 Dominion 跟 Smartmatic 这种软体就已经是网路战了 资源战 看看谁资源 各种资源 他是属于资源作战 让你资源消耗掉 媒体战 Media Operation 就是现在你看到主流媒体或左派媒体 一面倒的做球 权力做多拜登 而且民调灌水 选票也灌水 这是一个很缩密的 我讲的是超限战 我之前有讲 我一定有所本 因为我对超限战多少有点研究 金融战 他是属于贸易战的一环 文化战 像孔子学院这种就是文化战 那孔子学院是很吊诡也很好笑 你懂毛泽东就知道 发起文化大革命1967年 后面的十年文革浩劫 他是打倒孔家殿批孔阳情的 打倒臭老酒的 现在还弄孔子学院 他本来就是反孔子的 哈哈哈哈 那搞孔子学院你不觉得好笑 那是统战机构吗 这些领域都将是未来 白热化的战场 战争已远远超出 川军装的军人飞机大炮的范围 没有错他讲对了 中国必须将所有的领域都军事化看待 那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讲说 我在介绍美国的 哦那个 National Security 的时候 我就有讲说 老共的超限战 主要针对的对象 opponent不是我们 是美国 现在被我证明了 同学就想说如果 如果这是一个缜密的作战计划 而且蛮成功 他牵涉到了外交 他还没写到外交战 举例来讲 一带一路 就是做一个轨道铺设好 再来就是武汉病毒 这个病毒可以 称为是整个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哨战 因为病毒的发生就在美国总统大选的前 大概半年 到一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 可以让你的经济作战 金融战呢 如果你封城了 我先透过一带一路先建好 然后我把病毒 covid-19的病毒 这种叫biological warfare 他没有列进来 透过一带一路 的路径 那个route pass传播出去 就会到欧洲 跑美国的 大西洋岸 这个东岸的地方 透过太平洋 跑到西岸的地方 纽约州跟加州 又是 东岸跟西岸的两个 那个枢纽位置 所以病情很严重 疫情很严重 刚好两个又是共和党的州长 就会形成舆论 媒体就有切入点来 来攻击 联邦政府的防疫措施 那会 严重的造成执政党 川普 的声望下跌 造成他 影响到他接下来的大选选情 会不会影响经济 当然会影响经济 美中的经济 在 贸易战的时候 他用病毒造成你国内的经济 受到严重影响 那就是影响到你的金融 相关 的这种 金融包含了股市 包含了进出口 通通都算金融 包含了那个 汇兑 美元等等 原油等等 这些都算 金融在里面的一部分 那有没有用到外交 有 刘晓明就是 一个大外宣 也算媒体战 因为他时常露面 用外交手段大外宣来宣传 错误的 疫情 透过 世界卫生组织 等等 来做出错误的大外宣 这些通通结合在 也就是超限战 铺路完毕之后 用软体 Dominion 跟 那个Smart Malik 的软体 来大量乱作票 灌票给拜登 那拜登家族 跟中共走得很近 这个已经在 那个电邮门已经都被揭露了 我也讲过Kamala Harris 她的丈夫 在 以法律顾问公司 的合伙人的身份 在中国做生意 跟党 的党中央的相关的 机构 非常非常的盘根错节 等于说 老共人也搞定了 整个病毒 细菌战也进去了 重创 美国的经济 跟美国的大选 执政党的声望 然后再用软体 这个叫 资讯战 用持续的方式 让你计票 灌票给 自己阵营的人 所以拜登执政 等于是 习大大在执政 是一样的 那不是 等于是一样吧 所以种种的看来 这是一个 超限战 网络战也有了 就是Dominion 跟 Smartmatic 资源站 包含了Biological Warfare 让你的资源 耗随你的医疗资源 让你的医疗体系 垮掉 那就是资源站 那个叫做 Medical Infrastructure 他直接 让你 Collapse 媒体自然是一定有的啦 主流媒体 左派媒体 一天到晚在那边 敲锣打鼓 包含Mark 呃 左克伯 Zuckerberg 他的老婆 一个姓陈的 那个其实是广东人 我在想 喔 虽然是 听说是越南移民的 华人坐的难民船 但事实上他会讲广东话 就不会是香港人 应该是广东人 所以他有没有受到中共的影响 去影响 Rockerberg 我不知道 所以脸书为什么那么反 川普 喔 这个是我们 非常 觉得怀疑的地方 金融站 喔 这个我就不用讲了 因为他只要用 COVID-19 就可以把你的金融 跟财政整个脱垮 因为没有观光客 没有商业活动 这样子 文化站 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 而且还好 很多地方都已经 川普已经提出 相关的对应措施 这样子 这是超限战 我是根据 呃 Sidney Powell 她的 所写的述状的内容 跟她 在媒体上面 我们刚刚看的那一篇 所做出来的结论 基本上是吻合的 这样子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次美国是遭受到超限战的攻击 等于已经被攻击了 被 先被COVID-19 攻击完美国大选 再做票 用他的 网路做票 这就是超限战 完全 如果我讲了这个 假设成立的话 跟我之前 那个小单元里面讲 美国超 呃 中共超限战就是瞄准美国 而且出手了 好这样子 那对我们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要看我们国安单位这些人 老邱 哦 秃头帆 阿发 国安会 等等 哦那个 养老院 国安院 老货 他们这些人去 去要去想这个问题了 这样子 好 我们再浏览一下 看看有没有新的东西 没有我们就进入到 40分钟了 剩下后面10分钟 把川普的那个Sports讲一下 好同学可以看到这个 大纪元的 呃最多人读的123名全部都跟 Cenny Powell在做的 刑事调查的那个软体 Dominion都有关系 哦这个第二名是 Dominion part of council that disputed election integrity concerns 这个是 呃Dominion 他否认相关的 哦有关选举舞弊的问题 FEC chairman FEC chairman If Sydney Powell says there was rampant voter fraud 这个 FEC是 类似像选委会 选举委员会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17号的 Trade trainer Head of the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有没有 联邦选举委员会 的 主席哦 现任的哦 现任的哦 不是前任的哦 Said in the Tuesday That he believes Trump campaign lawyer Cenny Powell's Claim the widespread election fraud 联邦选举委员会 联邦选举委员会的 主席相信 Cenny Powell所提出来的 有关选举舞弊的 刑事部分 他相信 哦 这个这个已经 官方认证了 好再看 这个跟我讲的一样啦 他说拜登片面宣布当选 其实是 哦 那个是非法当选 这个 Dershowitz Biden is not the president elect 他还不是总统当选人哦 他的讲法 跟我的讲法 很早以前 我17号以前就讲了 是 自己片面宣布当选 是 违宪的哦 是不算的哦 那违法当选 我之前有讲 我开始看 这是哈佛的法学教授 Alan Dershowitz 他讲的 你看哦 The president elect doesn't get named as president elect until at least he has 270 state certification of electors or his opponent concedes 跟我讲的一样 他要嘛就得了270票 但现在有六个生意 之后的票要扣掉 他还没有得到270 还没过 左派媒体 俗流媒体 灌票灌过去了 所以他还不是总统当选人 如果 他没有过270 而且呢 他就宣布当选 或者是说他要当选的另一个要件是 他的对手Trump 宣布败选也没有 我前面有讲过这个 这两个条件 确立不可 neither of that has happened 两个都没发生 and of now 截至目前为止 the high profile lawyer told NTD news 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 这两个要件都没发生 他跟我讲的是一样的啦 我其实讲的 我比他之前就早讲了 所以跟这个哈佛法学教授 德高望重的讲法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总统当选 president elect 是报派加违法 哈哈哈哈 哈这样子 而且 美国的开票的 目前众议院是大有展获啦 参议院是笃定可以过半啦 没有问题啦 我们来看一下 众议院 目前是50比48 哦各 增一席减一席 那Georgia我记得还有 两个 可能会当选的 共和党的 参议院可能会当选 那两票加进来就变成52票了 就过半了 这样子 如果那两票落选 万一啦 基本上是不会 会变成50比50 那Mike Pence会加入 他是参议院主席 他会加入他政党那一边 算一票还是会过半 所以我说不管怎么看 参议院已经过半了 所以那个McCarno如果 还是会形成多数党的 共和党多数党的参议院的主席 那众议院少数党的主席 我们原来看的那个 那个 少数党领袖 已经连任了 已经获选连任了 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 众议院他变成少数党领袖 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这样子 现在众议院 开票到现在是 共和党多了巴西 民主党少了巴西 大幅减退 而且我讲过 如果真的走到 众议院选总统的时候 共和党 他的州 擁有州的 数量是多于 民主党 我们之前有看是26比23比1 他掌握了26个州 那个众议院 所以就算要众议院选总统 川普还是当选 先不要管其他的 还是当选 这样子 那主席一样是 Mike Pence 不管你要算选举人票 那个 12月23号到1月6号之间 Mike Pence可以决定 争议州的票要不要算 这样子 如果最后 双方不过半走到 contingent election 众议院 优势 会选出总统 因为他占的多州 26比23 还是会过 你不管怎么看 川普都会连任 哈哈哈 这是我个人解签 除非 那个 月球脱离轨道 撞到地球来了 类似那种 几率很低 好 那我们看一看 主流媒体 同学喜欢看的美联社 这个 基本上 这个已经到了 48比50了 他这边还在46 参议院的部分 生物院也没有在记 还在204 现在都已经到208了 我们刚看的 等于说美联社在乱记一通 有看到已经到206了 22 206 那 这边是219 204 两边都扫记了 但是总统 他为了灌总统票 已经灌到290了 哈哈哈 等于说整个目的 他开票的重点是 先把拜登灌到290 其他他不管 哈哈哈 好这个主流媒体 好 好 那我们整个就解签解完了 看川普的新对乎 I won the election Voter fraud all over the country 好这样 这是川普的新对乎 好这样 好 那我们就剩下10分钟时间 赶快把 后面这个 有关运动的这个部分 我讲一小段 我就讲这一段就好了 因为时间已经到48分钟了 不要超过一个小时 Golf also requires flexibility keeping your equilibrium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great game and a bad one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business 他讲说 川普讲说 高尔夫球也需要 靈活的弹性 叫Flexibility 你不能死板板的 就照那一套规则在玩 你要懂得靈活变化 所以它有高度的弹性 keeping your equilibrium can mak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eat game and the bad one 我们前面讲过 equilibrium 是指你的 冷静思考 不会手忙脚乱 也不会 就是说 心情非常的浮躁 浮动 你保持的心情的平稳 镇定 头脑清醒 所以保持头脑清醒 冷静 可以 可以 让 好的球赛 变得更好 甚至可以让一场对你不利的球赛 变成对你有利的好的球赛 它可以扭转乾坤 改变战局 这样子 它是一个冷静与否 是决定了你能不能打好这场高尔夫球赛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 and the same applies to business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 呃运用到生意上面 你也要保持 头脑的清楚 remain flexible 要保持弹性 啊不要 把话或是把什么东西就往死里打 往死里钻 钻死掉 钻牛角尖 自己钻的 把自己搞死 don't stick to fixed patterns 不要就那101套 101招 啊这样子 或是套招 固定的 那个套路 every game and every deal will be different 每一场比赛跟每一次做的生意的交易都会不一样 哦不要老是走以前的套路 我们国内就那101招啦 没别的了啦 哈哈 一下就被人家看穿了 哈哈哈哈 只会那一套 be in shape be prepared practice and know there will be variables to deal with 所以川普讲说 要 保持最佳状态 啊叫be in shape 不管是生理心理都要保持最佳状态 be prepared 而且呢做好准备 practice 不断的练习 and know there will be variables to deal with 而且心里要有 准备说 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变数 你都要知道怎么因应 这样子 天底下的事情不会一层不变 所以你只要了解那些变数 变相 你就能够 知道怎么应付 好他这边讲到一个 有一个 need photo one of the all time golf greats say something that is absolutely right on whether you hit the ball slowly soft or hard everyone needs temple 哦那个tempo就是我讲的 你要有自己的步调 哦那个步调不要乱 tempo is a glue that sticks all elements of the golf swim together 好我们就想到这句话就好了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职业高尔夫球 哦的一个 选手 叫nick faldo 他前面讲了一个美国的名人堂的 他现在讲的这个是英国 啊一个他前面讲了那个fell mickelson 现在讲了英国的职业高尔夫球选手叫nick faldo 我我不会打我不知道 我是我是看维基百科的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高尔夫球选手之一 那个叫all time golf greats say something that is absolutely right 他讲了一个完全 正确 哦的讲了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正确 whether you hit the ball softly or slowly soft or hard 不管你是慢慢的挥干击球 还是轻轻的打还是很用力的打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打 每个人都需要有tempo 要你有一定的步调 你要按照你的步调 该快该慢 你要调整好你的步调 你需要有那个tempo才行 tempo is a glue that sticks all elements of the gulf swim together 挥干有 很多种很多种不同的 挥干的方式来打高尔夫球 它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呢 最重要最重要把所有元素凝聚在一起 那个最重要的中心点 就是步调你的tempo 你如果不能够掌握你的节奏 步调那个节奏tempo 你就算球技再好 你都会挥干 最后还是会输球的 因为你要在慢的时候 你可能快了 你要快的时候你慢了 你没有办法抓到那个节奏感 那个tempo 你再厉害都会输球 这样子 好 这个就是川普的 what was defining the lesson you learned from sports 高尔夫球的部分 我们今天55分钟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整个美国大选的分析 非常受同学的欢迎 那个浏览率都上百 非常的 马上就飙到破百了 表示同学很喜欢 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会持续来做 那我讲的再次重申是个人的见解 你参考就好 觉得有利的部分 可以参考你就参考 你觉得胡说八道 你就当垃圾不要听就好了 当我在唬烂就可以了 那结束之前我们再对呼一下 I won the election 后面那句是 Voter fraud all over the country 好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比较比昨天提前一点 昨天太晚了 昨天那个催眠 半夜聊灾催眠版 今天这个是睡前版 时间掐的差不多 那个时间算还蛮好的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感谢同学 希望 呃明天 呃发展 跟我今天的预测 跟我前几期的预测 是一致的 是一贯的 大概就这个方向 这样子 感谢同学晚安 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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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谢